政府预计这个月26号向国会提成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修宪案 以恢复沙巴和沙拉越的地位 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都斯里旺朱乃迪发文告透露 这项修宪案获得沙巴首长 纳都斯里哈芝芝力挺 联邦政府将征询沙拉越首长 纳都阿邦佐哈里的意见后 才会在10月22号提成内阁寻求批准 总检察署审查法律条款时 已经向国会议员沙巴和沙拉越领袖解释内容 他强调这份修宪案举足轻重 因为他将使得沙巴和沙拉越拥有明确的地位 特别是东马人的权利